昨天講到 瑞芳四十郎 最後那裏說他自我介紹時經常貶為自己是精子的先生 承認妻子的聲望大過自己 說瑞芳是全聯合國難民高級專員 在日本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說到這裏 現在繼續 瑞芳的祖父和曾祖父出生時 距離明智為生 還要長久 兩個人一直從事荷蘭學 父親祝父是自由派的朝日新聞的總編輯 在1920年代就擁護更開放的民主 儘管在自由思想下成長 瑞芳還記得小學那時 慶祝過佔領南京的經過 正當百姓遭到強暴和屠殺的事情被世人所知 檔案照片 卻顯示一群和瑞芳年紀差不多的日本學童 在皇宮外天真地揮舞動日期的樣子 四年後 特集珍珠說得令到少年瑞芳震驚 但他承認遠方的戰士令到他激動 最初的勝利令到大部分人很振奮 包括一些曾經反對戰爭在內的人 在回憶上這樣寫 對於父親和新聞業的淵源 瑞芳的消息比大部分日本人還要靈通 因為當時的人民只能從經過審查的新聞媒體 大量湧出的帝國政治宣傳獲得消息 他比大部分的日本人更早就猜到會打仗和會打敗仗 8月9日就在他去聽貝多芬音樂會後不到兩個月 他從海軍的軍官到得知 廣島遭到一種可怕的新武器摧毀 以及蘇聯已經撕毀和日本的互不侵犯的條約 雖然瑞芳還不知道第二顆原子彈已經被投擲到他長期 但他的了解到戰爭即將結束 他在日本的8月15日無條件投降前六日 在日記上寫道 歷史上非常悲劇的日子即將到來 如今很難想像 當初日本人的心理是多麼煎熬 如果對亞洲的瘋狂佔領可以被稱為日本夢 那麼這個夢已經結束了 過去遙遠神聖且不會犯錯的天王 來到廣播電台宣布投降 湯塔佬和城市人全部都迫到他的收音機裡聽 不可自信地敲下腦袋 過去沒有人聽過天王的聲音 更何況說說出類似無法想像的話 前東京都知是石原神太郎 當年十二歲 我覺得他的聲音很高昂 好像很女性化 他告訴我 好像貓的尖叫聲 日本成了一片廢墟 他的意識形態和建築物都化為雅力 投降後空拍東京大阪名古屋廣島和長崎 和在2011年海嘯後的東北海岸城鎮 竟然有種奇怪的相似感 街道仍然清晰可見 只是大部份的建築物都消失了 還有零星的工廠的煙通 或者專門做的建築 從雅力中樹立起來 日本是徹底地被打敗 五分之四的船艦 三分之一的工業器具 以及近四分之一的鐵道上行駛的車輪 汽車和卡車全部都摧毀 剛剛投降的紀錄片段中 顯示著一些 腳穿著一些木劇衣衫藍流的兒童 在雅力中收拾東西 好了 趕著再說 明天再說 明天再玩個收台 拜拜 拜拜 看錯時間 好慘